來請問公務局長 108年度道路跑鋪 每平方公尺單價為何 請局長告訴我 來講市區的就好 有沒有掌握 來 舉掌單位 好 謝謝議長謝謝煥 我們一般在邊一黑白都在850塊 250塊好請坐來 107年跟108年的道路跑鋪 它的每平方公尺都是350塊 107年本預算有4億多 108年有2億多 但是108年有所謂的前瞻計畫有14億進來 每一公尺跑鋪的金錢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一樣的預算裡面 大家所鋪的道路面積絕對是一樣的 來 李副市長我問你 港公下的工程品質是這樣嗎 智利路橋3月22號正式通車 到現在5月30號去拍還是有縫隙 大順路橋4月8號正式通車 5月30號一樣還是有縫隙 這個絕對不是你們所提供給鄭夢如議員說什麼水溝 這個是慢車道跟快車道之間的道路路差 為什麼沒有辦法一次性完成 我想我要跟黃議員報告 當天通車的時候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要做旁邊所有的排水改善 所以做完了以後會一次鋪再鋪15公分 如果調出所有的這一個部分 懷疑如果當天我們所有一演戲 說實在我在現場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並不是兩個有高差的部分 而且你上一次執行的時候我還跟養公室說 一定要去跟你解釋清楚 我沒有亂講 我從來在議會沒有這麼樣動路過 是頭一次 因為你一直誤賴我 你請坐 我告訴你 水溝是水溝 水溝的路板我同意 我講是慢車道跟快車道的大風差 其實是有好處的問題 我已經告訴你 這個快車道的時候 因為以後要鋪平 所以快車道要為了交通讓它先通 本來就這種樣子啊 我現在在做這個排水溝 排水溝做完了又一次鋪平 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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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報告 我當了三十幾年的公布田園 我希望你講這些話 所摸了你的良心 看看我們所有輸功團隊的努力 我只能告訴你就這種樣子 你拜託我的鋪路 結果後來就再一位修理有名 而且工程根本不是我們做的 有這樣的議員嗎 我從來沒有看過高雄市有這樣的議員 王妍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鋪路理事長全高雄市的百姓 一萬的一萬的都學會了 啊剛才你一個這樣 一個小小的 我告訴你你 王妍你到我聽了 你就還沒命了 你聽到嗎 王妍 你怎麼聽到我現在 我現在不是在鋪市政府 我告訴你 這個通人鋪路的路平 你為了一個這樣 這樣把他修理也沒道理 我告訴你 我沒有去修理任何人 但是請議長 聽我的內心話 如果這是我無眾生有的 那我來死 如果這事情小平告訴我的資訊 我如果再因為監督出來 我對不起我的良心 我在做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很仔細的跟工程人員 詢問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水溝是水溝 快車道不慢車道 是快車道不慢車道 我想請副市長重視這個問題 大順路橋旁邊 所慢車道的路面差 你現在把慢車道要降10公分 快車道要停車10公分 就沒有 然後讓他的路面 可以卸下 好啦 那今天大家就搞清楚 搞清楚狀況 我們現在去都開始辯論 沒關係 就辯論 法院我要強調的部分說 當天大順路橋通車的時候 我講得很清楚 我說快車道 因為要讓交通能夠先通 所以我們會降挖現在的15公分 旁邊我們會去做側溝 那因為一次鋪平的時候 路面才可以整個都鋪平 第一個我拜託黃議員 把當天通車的時候 我講的話 調出錄影帶 我有沒有這樣的報告 我沒有指令你再去說講的話 我的問題是 如果可以一次規劃好 設計好 施工好 不要3月被通車了 5月6月還在施工 不要4月通車了 5月大概是在施工 我沒有果決故事的 你所講的話 我只是告訴你 工程品質如果要趕 也請一次性把它整體規劃好 這是你的專長 如果沒有整體規劃好 我們在一位移住諮詢的時候 就請你下次再有同樣的大路的時候 請你做好整體規劃 因為現在的大路 快車道去通車 通車完了以後再做慢車道 都是按照計畫在施工 哪一點沒有按照計畫在施工 好啦好啦 黃遠時間到了 好啦 一位移政府 一位移政府 到現在集積五國多月 然後錄片做一兩百條 你們還要欠到這樣 你們是要欠嗎 那八成都在看的 不要這樣啦 好啦 休息順鐘 我們 我們